大家好我是潘大师 欢迎收看本频道关注的关注 这把铁桑的先知 这边小铁卡梦 他们两个拍到一起还蛮难得的 杂技击球先知加拥兵打帮帮 那这把的话其实核心看点在于 先知能不能溜起来 因为其他点的话 杂技能不能追呢也能追 但是相对来讲抓起来会吃力一点 毕竟这个杂技 我们看到位置他从小房转到双11 然后双11这边跳球玩起来 还蛮有得玩的 第一个炸弹 那这边的话能锁定先知的位置吗 刚才这边不知道甲父中 有没有看到这个先知 看见了看见了 我们接下来给他先知 这把他先知带的是个飞轮 看他的一个个人操作了 这边毕竟帮帮是没有带闪的 那是个传送帮帮 一炸一刀完了 这边是一个张广 那遥控了一颗压住位置 先知将没有什么太多的操作性 就看这个飞轮了 就看这个飞轮 飞轮能够躲掉遥控雷 他才有机会能牵制 要躲掉遥控雷才行 距离上面来讲 拉的还可以 但是核心问题就是 几圈都下来以后 人家一速比你快 一定能跟上来的 位置一旦压住 这边的话机育手来了 但是目前来看 这个位置还有点远 火炸 一棒子打开 超远距离 这个棒打得很舒服 那这样的话先知可以拉到一个相对来讲比较远的位置 但核心问题就是 这颗遥控雷现在还没有丢掉 所以先知的危机还没有解除 这颗遥控雷如果说没了 那我觉得先知这边还有操作 还有得玩 遥控雷捏出来了 捏出来了 捏出来了 3218飞轮躲 漂亮 我就知道他会用飞轮来躲 大家知道没有 这边也没顶上 这个先知的飞轮一直没有交 我觉得他就是在等你这颗遥控雷 因为听到你这边开技能了 就在等你这个遥控雷 整体上来讲的话 这波牵制两分钟 也够了 但是因为机油手这边受伤了 其他的机子是没有揪的 所以说相对来讲 我觉得还是帮帮的一个保平之胜 那么先知有鸟 后续 但因为傭兵来救 后续这个鸟的作用 其实并没有特别大的 并没有特别大的 刚才如果说鸟能顶上 这边撑掉这颗炸弹的话 我觉得这个局 可能要比现在好打得多 可能就有真胜面了 可能就有真胜面了 宝瓶别救 就一波吧 就一波吧 这的话因为穷者状态不好 机子不够 真的是一个帮帮宝瓶真胜 你这边强行来救 救下来 你要赢的话 要撑一个三开门 这边还得击击手再来打架的 这边的话卡梦是已经过来了 几手这边 他有鸟 我们来打一波 那这样的话 杂技辛苦了 杂技辛苦了 一个人要修掉剩余三开机的 或者说这边傭兵救完人以后 再去补一台 那杂技还要修一台 没炸到 几手 绕过去 绕过来 好 怎么说 打 捞下来 可以 傭兵这波救人很稳 非常的稳 先知的话 这边有鸟 没能顶出这只鸟 机球手来打架 卡到这个船口 有的打 有的打 打下来一波新知底鸟 这个局 还有说法 把鸟套给这边的机球手 你棒子打 没能打掉 起爆发 但是没有球啊 他这个爆发起来是骗这边的邦邦的 但邦邦应该是算过的吧 这邦邦很清晰啊 知道你这边接手没有球 我上帝是想 因为我没去记住这个东西 不知道邦邦是刚才已经踩掉两颗球了 还是怎么样 这个得去回放才能知道原因了 但是邦邦确实算得很清楚啊 连炸漂亮 这一波连炸炸的真漂亮 武智 鱼女打的好 雕刻家打的好 怎么邦邦也打的这么好啊 杂技的话机子不够 这把还是刚才这边先知那只鸟没有顶上 这局的话先知的鸟没有顶出来 其实是最可惜的一个点 其实穷者在操作层面上面 我觉得都够了 先知的操作够了 金手的操作够了 拥兵的操作也够了 但很可惜这只鸟 这只鸟为穷者再争取一些时间 即便是完成不了一个四人开门战 我觉得三人开门战 打个平局还是可以的 这里的话 插揪手机子七十几 杂技机子会被干扰 那等到揪手修完以后去救人 这里的话可以选择过来先把杂技给抓了 压住这边的遗产机 现在的话呢 我觉得邦邦他有一点点什么呢 就是犹豫 我到底是管这个杂技还是回身去管佣兵 其实他要管杂技的 不能管佣兵的 管佣兵的话呢 你刚刚就应该守的了 现在的话 这边好像救手 来不及救 来不及救 蓄力不够 一刀打 密码机 没点亮 那是在下才输学浅 经验不够丰富 这把这个选择啊 从结果上来看非常的好 因为他干扰到密码机 密码机不够 然后呢 这边求着人 又没救下来 结果上来讲非常不错啊 因为我刚才听我的管 但是刚才管杂技 我觉得机手好像也救不下来吧 为什么我刚刚想的是要管杂技呢 在这个时候呢 替自己找不两局 因为但凡机手手能救下来 那边密码机够 就是一个三人开门战 这三人开门战 帮帮没有挽留 其实是有可能完成一个平局的 但是如果你管杂技 这边 即便是机手手把优秘救下来 在这里杂技被击倒了 压住遗产机 球手还外面修一台机 他们状态又不好 然后两个人修机 这两个人修机又卖漂亮 我觉得其实迎面会更大一点 迎面会更大一点 当然不影响这一局 这一局的话帮我打的好 真的好 对面这么强的对手 捡颗球 转个圈圈 好懂了 这面子还是大 再来一棒 这一棒子呢 可能就死杀了 你这敢打我一棒子 直接打掉 然后取下踏刀了 可以可以可以 很厉害一局 这局的话 抛开胜负不弹吧 抛开某些解说 对吧 这个时间判断不清楚 大家不要见谅之外 我觉得是一场非常精彩 非常值得观看的一场精彩对局 好的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